袁隆平为什么伟大 毕生经历在田野 心系人民胸怀大 粮食增产从母产300公斤到1500多公斤 袁隆平经历过1964饥荒 立志让所有国人所有人远离饥饿 而他做到了 而且做得比目标还要好 民以实为天 全国人民都爱戴元老 你娘是那个旧一个国家 也会半岛一个国家 你年轻前不知道 三个世纪的六十年代 计划的时候 我是人 大家都吃不饭饭 您是不是特别害怕 这样的场景再次出现 不可能 不可能 面门平先生先得 中规咋就谁的研究状况 那么一先得 结果 时报上面 就用英文打起来 杂交水稻子服员的名 是吧 摆去着他的头像 这个全上起的鼓掌 国际水稻组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 这样评价 我们把杂交水稻子服员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 也是世界的骄傲 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